在学习如何逆转衰老方面 科学家们达到了一个关键里程碑 第母评 2023年1月12日 已经酝酿了13年 但大卫·辛克莱博士和他的同事们 终于回答了是什么导致衰老的问题 在1月12日发表于Sell的一项研究中 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兼Paul F. Glenn 衰老生物学研究中心联合主任辛克莱 描述了一种突破性的衰老时钟 时钟可以加速或逆转衰老细胞 研究衰老的科学家 一直在争论驱动细胞衰老过程的因素 主要集中在脱氧和糖核酸的突变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突变会扰乱细胞的正常运作 并引发细胞死亡过程 但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以下事实的支持 老年人的细胞通常不会充满突变 而且突变细胞负担较高的动物或人 似乎不会过早衰老 因此辛克莱专注于基因组的另一部分 称为表观基因组 由于所有细胞都有相同的脱氧和糖核酸蓝图 因此 表观基因阻使相关皮肤的细胞变成皮肤细胞 使相关大脑的细胞变成脑细胞 它通过向不同的细胞提供不同的指令 来做到这一点 让哪些基因开启 哪些基因保持沉默 表观遗传学类似于裁缝师根据图案来制作衬衫 裤子或夹克的指令 其实面料相同 但图案决定了最终服装的形状和功能 对于细胞 表观遗传指令导致细胞在成为分化的过程中 具有不同的物理结构和功能 在塞尔论文中 辛克莱和他的团队报告说 它们不仅可以让小鼠在加速的时间线上变老 而且还可以逆转其衰老的影响 让动物恢复一些年轻的生物学迹象 这种可逆性有力地证明了 衰老的主要驱动因素不是脱氧核糖核酸突变 而是表观遗传指令中的错误 以某种方式出错 辛克莱长期以来一直提出 衰老是失去细胞继续运作所需的关键指令的结果 他称之为衰老信息论 潜在的衰老是细胞中丢失的信息 而不仅仅是损伤的积累 他说这是思考衰老的范式转变 他的最新结果似乎支持该理论 辛克莱说 这类似于软件程序在硬件上运行的方式 但有时会损坏并需要重新启动 如果衰老的原因是因为细胞充满了突变 那么就不可能逆转衰老 他说但通过证明我们可以逆转老化过程 这表明系统完好无损 有备份复本 软件需要重新启动 在老鼠身上 他和他的团队开发了一种方法 来重启细胞 以重新启动表观遗传指令的备份复本 从根本上消除使细胞走上衰老道路的损坏信号 他们通过在年轻小鼠的脱氧核糖核酸中 引入断裂来模拟衰老对表观基因组的影响 在实验室之外 表观遗传变化可能有许多因素驱动 包括吸烟 接触污染和化学物质 一旦以这种方式老化 在几周内 辛克莱发现老鼠开始表现出年龄较大 包括灰色皮毛 尽管饮食没有改变 但体重较低 活动减少和虚弱增加 重新启动 以基因疗法的形式出现 涉及三个基因 这些基因只是细胞 重新编成自己 在老鼠的例子中 这些指令引导细胞重新启动 表观遗传变化 这些变化定义其身份 例如肾脏和皮肤细胞 这是两种容易受到衰老影响的细胞类型 这些基因来自山中 深迷博士所谓的山中 深迷干细胞因子组 诺贝尔科学家山中 深迷在2006年发现的一组四个基因 可以将成年细胞的时钟 倒回到胚胎干细胞状态 以便它们可以开始发育 或分化过程 从头再来 辛克莱不想完全抹去细胞的表观遗传历史 只是重新启动它 足以重置表观遗传指令 使用四个因素中的三个 可以使时钟倒转约57% 足以让小鼠再次年轻 我们不是在制造干细胞 而是让时光倒流 让它们重新获得身份 辛克莱说 我对这居然可以普遍性运作 感到非常惊讶 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 不能向前或向后老化的细胞类型 使小鼠细胞恢复活力是一回事 但这个过程对人类有效吗 这是辛克莱的下一步 他的团队已经在飞人类 灵长类动物身上测试该系统 研究人员正在连接一个生物开关 将重编程基因的激活 与抗生素多细环素联系起来 使它们能够打开和关闭时钟 给予动物多细环素会开始倒转时钟 而停止药物则会停止该过程 辛克莱目前正在用人类神经元 皮肤和成纤维细胞对系统进行实验室测试 这些细胞有助于节地组织 2020年辛克莱报告说 在老鼠身上这个过程恢复了老年动物的视力 目前的结果表明 该系统不仅可以应用于一个组织或器官 还可以应用于整个动物 它预计眼部疾病将是用于测试 人类衰老逆转的第一种状况 因为基因疗法可以直接注射到眼部区 我们认为衰老背后的过程 以及与衰老相关的疾病是不可逆转的 辛克莱说 就眼睛而言 存在一种误解 认为你需要重新长出新的神经 但在某些情况下 现有单元无法正常工作 因此 如果您重新启动它们 它们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思考医学的新方法 这可能意味着 许多疾病 包括心脏病等慢性疾病 甚至阿尔茨海默氏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 都可以通过逆转 导致这些疾病的衰老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治疗 甚至在疾病产生之前 该过程可能成为研究这些疾病的 研究人员的重要新工具 在大多数情况下 科学家依靠年轻的动物或组织 来模拟衰老疾病 这并不总是能够忠实的 在线衰老的情况 新系统使小鼠迅速变老 因此我们可以 例如 使人类脑组织等同于70岁老人的脑组织 并使用小鼠模型中的脑组织 以这种方式研究阿尔茨海默病 辛克莱尔说 除此之外 能够使组织 器官 甚至整个动物或人衰老 或者恢复活力的意义 是令人费解的 辛克莱多次使眼部神经恢复活力 这给生物伦理学家和社会提出了一个 更具生存意义的问题 即考虑不断扭转衰老的时钟 意味着什么 这项研究 只是重新定义衰老意义的第一步 承认问题多余答案 辛克莱是第一人 我们不了解恢复活力的真正作用 但我们知道这是有效的 他说 我们可以用它来使身体的某些部位 恢复活力 并有望制造出革命性的药物 现在 当我看到一个年长的人时 我不认为他们老了 我只是将他们视为 需要重新启动系统的人 这不再是能不能复兴的问题 而是什么时候能复兴的问题